停滯性通膨会不会在台湾发生呢 因为物价不断在飙涨 再加上说经济成长逐渐放缓 很多人就担心 现在上涨的物价是不是回不了头了 因为每天去逛菜市场 一趟就非常有感觉 像是很多人烧烤喜欢吃的松板猪 因为它的部位比较稀有 现在国产的一斤竟然直逼四百元 这是涨了三成 松板猪煎到表皮金黄 口感脆口软嫩 在烧烤火锅店很常见 不过这样的美味价格越来越昂贵 吃的人多的话 大家抢的话 物价就会放来上去 因为猪就是固定那么多 餐厅如果用的多的话 它就比较贵 由于西班牙进口松板猪 卡在海上让价格翻倍涨 不少业者转买国产松板猪 但养殖成本高 再加上本来就稀少 价格自然往上垫高 过去一斤三百元 现在一斤直逼四百块钱 同样飙涨的还有南瓜 金黄色的果肉舀上一口 松软绵密 以火锅店用的栗子南瓜来说 过去一公斤二十块钱 现在则涨到了八十块钱 另外像是金瓜东升南瓜 同样也翻倍涨 之前就已经有了 不是现在才变贵的 它已经一两年的时间 又慢慢的再往上涨了 通膨大多数的人都很有感 但现在更要担忧的是 停滞性通膨 也就是极深的通膨率 再加上经济成长放缓 会导致的通膨问题挥之不去 像是台湾CPI连续四个月 超过百分之三 今年GDP保四也有难度 不少人担心是否要陷入 停滞性通膨 台湾今年大概有3.9% 所以我们虽然有通膨 但是经济还是在继续成长 所以并没有停滞 膨胀的问题 但是因为美国明年 可能大家很多人 认为它会衰退 中国大陆看经济有在下修 所以明年要很审慎的观察 虽然央行透过升息 希望压抑通膨 但照这样物价飙涨的态势 恐怕通膨是压不下来 那二物战事没结束 很多油价 粮价 大众物质 都会继续上来 所以短期内 要看到一些通膨 缓和下来的情况 必须要做一些努力 只是物价持续居高不下 民众干扁的荷包 恐怕难以称道 通膨缓和 东森财新闻 陈昊宏 林浩宇 台北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新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